给大家推荐一个贼贼贼贼刺激的一个景区 全程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且无尿点 如果你有恐高症的朋友 必须得带他过来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友好的水上项目 这块还有吃鸡同款蹦蹦车和可可飞车里的同款板车 这个景区就是北京市房山区三部的乐福云摊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停车场可是免费的 如果你有手机防水袋的话一定要带一个 这块也有一次性的五块钱一个 这个景区有漂流大家来的时候记得带一双拖鞋 我们来的比较仓促 什么也没有准备就索性买了一双 拖鞋的话有十块的有二十的 还有就是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备用的衣服 可别像我们一样玩玩漂流跟罗汤机似的 游客服务中心有卖那个水箱和瓢的 有的话可以带上 没有的话一定要买一个 不为别的 就为了漂亮的时候打水仗防身用 山脚下有一个跑跑卡平车 我们可以先去玩那个 上山的话我推荐大家从右边上水 先去体验一下你的高空秋千 一个会让你全程尖角的项目 这个高空秋千五十块钱一次 一开始我的朋友们还是比较拒绝的 但是看见了一帮大妈们的疯狂嘲讽 上啊 上 快点 大妈们还是比较拒绝的 你里是高阿 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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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拉克 走去半天 景区内的美食街主打的是太坊小吃 我们是要了一份凉皮和一份和洛面 每份的价格是15块钱 在北京的景区这个价格真的还算可以 吃完饭我们去玩第二个项目 压地穿越 全程有景区工作人员带着你 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这个项目呢是90块钱一个人 我先来的第一视角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项目的刺激 好吧 说实话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真的没啥 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话就算了算了 毕竟这90块钱的项目还包含了一个 神父在空中的一个要求 到这儿可是不能回头的呀 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下你们 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iPhone一下自己朋友的冲动 我说算了玩的怎么样啊 四季 四季 等你们玩一圈啊 等钱都不玩了 让你们姐搞得我的出来 下一个项目呢就是玻璃栈道 我觉得这个玻璃栈道真的没啥 但是如果你有恐高症的朋友 哎 那就好玩了 花花过来啊 这是一场玻璃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别迷失过吗 不知道 别 别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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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景区最具特色的项目 高山峡谷漂流 从那个玻璃栈道上下来 然后坐观光车上去 每人10块钱 跟大家说一下 高峰峡谷漂流呢 目前只有下午一点和三点两场 6月12号以后 会在上午10点再多加一场 所以大家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 这个漂流呢是1199一漂就是一个多小时 你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bu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was gone 啊 啊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 come on and back baby you don't know me cause you did 啊 哇 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 还在停车场附近发现了这个吃鸡同款蹦蹦车 来都来了 那不得体验两圈吗 这个项目是140一个车可以开两圈 有对象的带对象 没对象的带兄弟 毕竟谁的主驾驶还没个小可爱呢 我操 我看到手机积水了 你这瓶都绿了 说开不开机吧 你这手机还是回收了吧 我推荐你去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专车APP 他们家回收的价格挺高的 你这个红米手机进了水估计都能卖998 还有人免费上门收货 在家就能把手机卖了 最后给大家一个忠告 手机防水袋一定要买一个质量高的 反正我为了给大家拍视频我都没有带防水袋 尤其是像我朋友没有防水功能的手机 别逞强别逞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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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